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那今天呢还是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美国签证的话题。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收看罗宾大叔的节目呢, 我的节目主要是关于美国签证、加拿大签证、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的最新资讯和信息解读。 偶尔呢也会穿插一些关于移民方面的内容啊。 那如果你需要一对一的咨询辅导的,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付费咨询。 好了,言归正传啊,2020年呢申请美国签证的朋友们呢, 肯定是非常非常煎熬的,因为从今年的春节开始啊,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所有的驻华使领馆呢都不再接受美国签证的业务了。 本来大家都以为是一个暂停而已啊,可能过几个月就会恢复的。 可是从两月份等到五月份,从五月份呢又等到八月份, 等到现在呢整整已经半年多过去了, 美国签证呢仍然没有恢复,而且呢毫无恢复的迹象。 这下子大家都新交了啊,那像其他的很多的国家, 包括像日韩、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等等国家啊, 多多少少呢都恢复了一些签证的业务,接受F类、J类啊, 留学、访学的签证业务。 但是唯独就中国这边始终就没有动静啊, 不但是旅游签证没有恢复,连学生签证都毫无动静。 那逼着今年秋冬季开学的留学生啊, 就是想去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们啊, 不得不就跑去柬埔寨去申请F1签证。 这个花费也很大,而且呢路上也折腾得非常厉害啊, 要提供保险,提供存款,提供核酸证明, 你通过还好,你要是没有通过的话, 回到中国来呢又是一通折腾,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啊,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跑去柬埔寨申请这个美国签证的。 那以上这些事实呢, 不得不让罗宾大叔认真地去考虑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啊, 申请美国签证的未来的走向以及可能性。 今天呢就想来做一些简单的预测和分析啊, 看看形势到底可能走向何方, 我们对此呢又该有何对策啊。 在今年呢要分析美国签证,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绝对不能忽略, 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疫情。 中美关系呢决定了美国是否愿意开放签证给中国人, 这个呢就是yes或者no的问题, 非此即彼。 那疫情呢决定了美国政府啊, 愿意开放多少签证给中国人, 这个呢是一个数量的问题。 那基于以上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啊, 罗宾大叔觉得呢将来的形势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分别呢就是乐观, 普通, 噩梦, 以及地狱啊, 这四种情况。 那就来先说最乐观的情况, 就是中美关系呢全面和解, 而且呢各自重开啊, 被关闭的休斯顿领事馆和成都领事馆, 另外呢国内的疫情也基本得到了控制啊, 没有大规模感染的情况再次发生。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驻华美国的使领馆就决定全面开放所有的针对中国人的移民和非移民签证, 包括像F类、M类、J类以及B类签证啊, 也就是旅游签证啊。 那就在8月24日, 也就是我们预测最早能够开馆的日期呢, 美领馆就迎来了第一批等待了已经半年多的签证申请人, 那其中的一部分的幸运儿呢, 也就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美国签证, 那无论他们是打算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党, 还是打算去美国观光探亲的小伙伴呢, 都不必再辗转柬埔寨或者其他的第三国, 可以买一张机票直飞美国去就可以了。 那这种完美的情况下呢, 当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应对了, 就赶紧上传你的美国签证申请表, 然后约好合适的面签日期就可以了。 那这种乐观预测呢, 好是好啊, 但是呢, 似乎想要成真的话呢, 他的希望还是有一些渺茫的, 需要两个国家, 也就是中国美国两个国家共同的努力, 那一方认怂或者一方不计前嫌呢, 是完全没有用的, 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啊。 那至于哪个国家哪一方的阻力更大呢, 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数, 那我就不说了。 那说完了最乐观的情况呢, 另一种情况啊, 也就是所谓的普通的情况下呢, 就是中美啊, 处于当下, 就是现在这种相对紧张的关系, 但是呢, 这种关系呢, 也没有再恶化下去, 双方都是对方为一个战略级的竞争对手, 并且呢, 中美两国的疫情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预计啊, 驻华使领馆它的签证是会开放的, 但应该会是全球最晚的那一批, 等到其他国家全都开放了, 差不多了, 那才蛮悠悠的开放中国的签证。 另外呢, 对于中国人发放的签证数量, 肯定也会做出一定的控制啊, 不会敞开量, 无限量的供应。 比如说像是禁止部分和军方有关联的留学生, 访学人员的F类和节类签证, 以及呢, 传闻中的针对党员, 针对国企高管, 针对部分高科技企业的签证禁令啊, 都是这种限量供应的表现形式之一。 那最晚的一批会晚到什么时候呢, 还真的挺难说的, 至少现在包括中国在内啊, 还有印度, 巴西等等人口大国呢, 其实都还没有开放美国签证的申请, 那慢慢排着吧, 等到印度, 巴西啊, 有其他一些国家都开放了签证, 才有可能轮到中国, 那有可能是今年第四季度, 也有可能呢, 要等到明年了, 这个谁也说不定。 如果是这样普通的情况出现呢, 我个人建议啊, 做好两手准备, 国内呢, 你可以先做好申请, 准备好预约的面签日期, 同时呢, 你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国境开放情况啊, 准备好前往第三国申请美签, 比如说现在当下啊, 就前往柬埔寨申请F1签证呢,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柬埔寨呢, 现在的入境啊, 是开放的, 虽然需要你提供一大堆的资料, 保险啊, 核酸证明啊, 还要带现金之类的, 但是呢, 好歹是开放的, 同时呢, 当地的美领馆呢, 他也接受F1签证的申请, 如果实在等不了的留学党呢, 当然可以选择这一条路啊, 如果将来啊,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将来在国内申请美签非常困难, 比如说预约不到这个面签日期, 比如说呢, 这个数量有控制, 那我建议呢, 就可以找一个和国内距离比较近的, 而且呢, 开放了美签申请的国家啊, 也是一个相对快速高效的路径, 那缺点呢, 可能就会要花非常多的钱啊, 你一个是路费, 还是在当地的住宿费用等等, 都会要花不少钱的, 特地跑一趟呢, 可能有的人觉得值得, 有的人觉得不值得, 那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 比如说像现在啊, 如果新西兰开放了国境, 那你如果持有新西兰有效签证的呢, 就可以直飞新西兰去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 和其他类型的签证, 因为新西兰的美领馆呢, 已经开放了所有的非移民签证项目啊, 包括像旅游签证, 学生签证, 访学签证什么的, 全都开放了, 而且呢, 等待的时间很短, 很容易就能约上面签, 那加上等待贴签的时间呢, 其实快的话, 两周时间就能够拿到签证了, 当然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 因为现在新西兰其实并没有开放国境, 那如果将来的话, 比如说今年的第四季度, 日本韩国之类的开放边境了, 而且呢, 它那边也可以申请美国签证, 那完全可以买张机票飞过去申请, 去日本, 去韩国呢, 距离又比较近, 而且花费也没有飞到新西兰那么高啊, 可能是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也有人会问了, 要是我去第三国申请美国签证啊, 会不会被签证官质疑啊, 为什么你不在本国申请, 而到我这边来, 作为一个游客的身份来申请美国签证, 这种情况, 这种去第三国申请美国签证啊, 会不会影响签证的通过率, 这一点呢, 其实不必太过担心啊, 经过和行业内同行的沟通, 以及我本人的这个经历来看呢, 风险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实际上呢, 被质疑这一点啊,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概率, 拒签率呢, 其实也并不比国内申请高多少, 所以说没有必要太过担心的, 那说完了普通情况呢, 接下来就是噩梦模式了, 所谓噩梦模式呢, 就是中美关系啊, 进一步紧张, 进一步升级, 而且呢, 中国的疫情有所反复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美国有可能会考虑啊, 无限期的推迟, 恢复中国大陆地区的签证申请, 就是说一直耗着, 他既不说什么时候会开管, 也不给你个准信, 是不是我就永远不开管了, 永远就不开放签证了, 那要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建议就放弃幻想了, 要么你就直接前往第三国去申请美签, 要么呢就考虑申请其他国家的签证了, 无论你是打算旅游还是探亲, 还是留学啊, 那反正还是认清现实啊, 面对现实,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为好, 那还有呢, 就是最差最差的情况, 也就是所谓的地域模式, 什么叫地域模式呢, 就是两国断交, 两国互撤大使, 把大使馆, 领事馆, 一股脑全给关掉了, 然后呢, 冷战2.0, 甚至在一些地区啊, 有一些小规模的热战啊, 擦枪走火了, 那真的到了这一步呢, 我觉得疫情已经不重要了, 那凡是你拿着中国大陆护照的呢, 应该都不会有机会申请到美国签证了, 要么你就换个比较友好的国家申请签证吧, 比如说像朝鲜, 像古巴, 像巴基斯坦这些国家, 试试看, 要么呢, 就找个机会, 移民出去算了, 因为这种事情啊, 没有个几十年, 应该是不会结束的啊, 要是有机会呢, 能走就走吧, 毕竟呢, 小命要紧, 要是地狱模式真的来了呢, 那就是时代的沙尘暴来了, 大家就各自安好吧, 那我真诚的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 好了, 那今天就聊了一下, 对于美国签证的一个预测啊, 小小的预测和展望, 以及呢, 相应的对策, 我们该怎么做,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